要煞車的話,像我這樣往前 要煞車完全停止的話 想要這樣煞著,立著 這樣立著,桌立著,這樣就不會動了 好,現在我看一下大家 像騎腳踏車或騎機車的姿勢往上舉 讓我看一下你們的姿勢有沒有 掌心向前喔,掌心向前 正手拿 來,很好,現在每個人都握得很好 好,現在我要請另外一個教練為我示範 上下船的動作 麻煩請看教練那邊喔 注意看我喔 等一下上船的時候,你腳不要去踩船 你腳一踩船,它就整個這樣翻過去 你就很容易翻船 它是三個原則 一蹲,二座,三跨 然後下船的時候呢,你是兩隻腳喔 好,同時著地 你的手,再撐著船,起來 這樣OK嗎? 還是要再示範一次嗎? 好,再示範一次 上船的動作,一蹲,二座,三跨 下船,兩隻腳下來 手撐著船,起來 絕對不要腳踩船喔 好,來,我再來補充一個 如果要讓你的船往左邊移動的話 麻煩你,滑你的右腳,大力一點 大力一點,不要吝嗇 這樣滑,有沒有,就很輕鬆的就往左邊了 如果要往右邊的話 請把你的腳往左邊 大力的滑 很輕鬆的,船頭就會朝向你的右邊了 好,現在可以的話 兩個人一組 找一艘喜歡的船,可以上船喔 欸,你要跟安谷 還是要跟爸爸跟爸爸 小朋友盡量坐前面 大人都坐後面 ор安, konst comunque